刚刚结束了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圣诞假期 我们放了三周的假 结束了第一学期 在圣诞节的前一段时间里 当堂有一些集会活动 可以逛集市 很多当地的产品 跟圣诞老人合影 坐马车巡游 不过这个太冷了 我是不想坐 有一天晚上还有音乐演出 那天现场很多人下着雪 氛围很好 他们唱的那首Feliz Navidad 我发现自己也会唱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最冷的那天晚上是花车巡游 我记得很多年前 大连也有国际服装节 有花车巡游 不过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女骑警也只见过一次 虽然那晚特别冷 但街上等候的人特别多 等了能有半个小时 巡游队伍终于来了 半门踩灯的各种警车 消防车 啊 哈哈哈哈 嗨,Princess 哈哈哈哈 Merry Christmas, Happy Birthday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农用车,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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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用车 农用车的队伍对着路边的人群招手 这感觉太棒了 要不是那天在学校拍摄了很久 没有吃饭,又冷又饿 绝对要多看一会儿 最近一段时间里 还给一些公益组织做志愿者 其中之一是为移民 提供帮助的IRSC 给他们拍摄了一次圣诞的活动 现场人超级多 好不热闹 在加拿大通过志愿者活动 可以让自己认识更多的当地人 也可以积累一些社会的经验 另外我还给一家公益的舞蹈工作室提供拍摄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 到了这里以后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和你印象里完全不一样 我还在摸索中 最近还跟老师拍摄了一次 学校里五个乐队在酒吧里的演出 整体都挺不错的 其中这个女孩的表演印象很深刻 感觉以后会火 最不喜欢的是这个乐队 没唱几句一直在接到solo 又很平淡 今天就说这些吧 希望下一步我也能找到 给付给我工钱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订阅